《枕上书,姬衡拿龙林威胁帝君,不许跟凤九结婚,帝君作法霸气》 《枕上书,姬衡拿里龙林威胁帝君,不许跟凤九结婚帝君的作法霸气》 最近,好多人都在追游迪丽热巴和高伟光、陈楚河等领先主演的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 在剧情中我们知道白凤九还有东华帝君进入阿兰若梦境后 两人的感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温 在阿兰若梦境里的女儿结上,我们的东华帝君还向白凤九撒了个娇 吃下了十个小狐狸糖 可是当帝君和小九即将大婚的消息传到了姬衡公主的耳朵里后 由于姬衡原本就喜欢了帝君 尤其在听到帝君要和凤九即将成婚的消息后 让他十分嫉妒,并想到从中破坏帝君和小九的婚事 姬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不假装自己的秋水,寒毒发作 并让自己身边的小燕魔君去告知东华帝君 由于帝君当年对孟号神君取下的诺言 来到姬衡的身边,可姬衡的做法却让人感到特别的意外 特别的做,他手里拿着当年孟号留下了一片龙岭 用来威胁东华帝君 让东华帝君必须放弃他和白凤九的婚礼 并且让他把凤九修掉 最让人可气的是他居然还要求东华帝君让帝后职位永远地空出来 并让他终身不去 帝君面对姬衡这样无力的要求感到十分的恼火 所以他自然不会答应姬衡这样的要求 所以当场就对姬衡一番怒斥 并且当面毁掉龙岭 从此姬衡就无法畏惑了